周老师已经变了 你们昨天有看周老师 动力那个视频的举个手 有没有发现 那个时候周老师 瘦不瘦 长天呀 大地呀 我跟你讲 跟现在的周老师 比相差最少有五十多斤 那个时候瘦到什么程度 那个时候那个衣服 我跟你讲 穿得像套在身上一样 现在那个衣服 一穿上竹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的周老师 每天都在布道 我要为我的员工 我要为拯救更多的学员 我要帮助更多的人 我演讲一场接一场 听懂意思没有 排得好累呀 我最疯狂的时候 四十五天没有回国家 连续四十五天 我讲课讲了三十八天 剩下的几天是赶路的时间 在座各位 一场接一场 从来没有休息过 没有星期天 没有礼拜天 元旦在讲课 圣诞节在讲课 除了过年 剩下时间全在讲课 就感觉到我不讲课 我就对不起全天下所有人民 我说 就那种感觉 不是为了钱 就是为了要帮助别人 要怎么啊 就那种感觉 天天讲 周老师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一场 我一天最高峰的时候 讲了三场 跑三个城市 但我在北京讲 北京讲完以后 马上飞上海讲 上海讲完以后 要去到福州 陈元旦的老师开课 第一次在老家开课 一定要邀请我去 结果上海没有直飞福州的飞机 你知道吗 从上海飞到厦门 厦门下了飞机以后 我的弟子开的车 从厦门把我车到福州 再说各位 凌晨两点钟到的厦门 开车 开了四个小时 到了福州 到福州以后 我想睡一会儿 我的助理说 周老师可以吃早餐了 早餐开了 吃完早餐以后 梳洗一下 开始讲课 讲完课以后 去下一个城市 那个时候 真的就是很瘦 很辛苦 但是也不觉得辛苦 你知道吗 因为就是觉得 自己有责任 就是觉得 自己要帮助更多的人 那是以前的周老师 现在的周老师 是这样的 讲一次得歇五天 不过旅游一下 然后再去讲一次 再得歇十天 但是我有更多的时间 我可以录得到的视频 我可以去664会解书 我可以通过 13168直播 我可以写更好的书 我可以录更多的喜马拉雅 来帮助更多的人 然后结果 当我发现 我放下执念的时候 我帮助的人更多了 周老师今天在现场宣布 未来你在所有的外场上 都不会再看到周老师 因为周老师都不会去了 周老师未来每个月 只工作四天 只在这儿讲课 剩下的时间 我要带着弟子 周游列国环游世界 我要带着我的家人 去享受人生 享受财富 我会拿出更多的时间 来写出更好的作品 这是我未来我的生活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 周老师变胖了 然后我们晚上老师 给我拍照的时候说 周老师 这张特别像富爸爸 你看 跟老师都差不多了 在座各位 周老师也是一步一步 从优秀到卓越到辉煌 再一步一步往上走 真的各位 真的就是这样子的 以前的新思想 全靠周老师一个人 你知道吗 台上台下成交 全靠我一个人 我台上成交完以后 还要台下谈客户 四天四夜 几乎不睡觉 那个时候 我们一场会 每一场大概能够做 七八百万业绩吧 靠我一个人 后来我发现不行 他们太累了 而且还有 因为我有能力 我的员工就没有能力 你能听到我在说什么吗 然后我就不谈单了 知道吧 我不谈单以后 公司业绩直线下滑 从八百万下滑到五百万 下滑到三百万 杨老师看不过去了 他又开始谈单 他每天不睡觉谈单 几乎他一个人 做了会场80%的业绩 然后公司业又回到了一千万 后来杨老师发现 不对我上当了 我靠你从优秀进卓越了 你把我扔到优秀了 他一听我的课也醒了 他也不谈了 他不谈以后 公司的业绩 又从一千万 下滑到五百万 到最后的时候 低到三百万 结果这个时候 我们的团队起来了 我们的团队崛起了 我们两个人 几乎不负责公司运营 几乎不负责会场成交 什么都不管 只剩下讲课 讲完课就走 结果 因为团队崛起了 就因为我们两个人 放弃了优秀进入了卓越 让我们的员工全部都 一个个地进入了优秀 进入了卓越 所以 因为我放下优秀了 一个周温强 没了 出来了十个周温强 一个杨老师没了 出来了十个杨老师 结果公司的业绩 从以前的三百万 直线上升一千万 两千万 三千万 是以前的三倍 是以前我们两个人 全力以赴干的三倍 记住 要想从优秀进入卓越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放下优秀 放下优秀才能进入卓越 放下卓越才能进入辉煌 放下辉煌才能进入神器 那 到底放下优秀的什么 怎么样才能进入优秀呢 周老师呢 不追星 但是 这些所有的明星艺人里面 我独爱艺人 这个人被称为是周老师的老师 可以这样讲 一个讲师 要想放弃优秀是件非常难的事情 因为一个讲师 就像一个明星一样 别人认的是你 什么叫优秀 一个明星演戏 赚了片酬 这叫优秀 他是个演员 但是如果一个明星 不需要演戏 只需要在电影片头 打上他的名字 就能收钱 这他妈叫卓越 整个影片 什么都不用干 就能赚钱 我靠 这叫辉煌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明星拍戏就有钱 只要他不拍戏 就赚不到钱 只有一个人 是周老师最爱的 也是 我见到这些明星里面 真的是 境界最高的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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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